各位线上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易马车 欢迎你们一起参与今天的论坛 这几天看新闻重点都是在报道乌俄战争 此开战是由俄罗斯发起 并定调乌克兰要采取中立立场 不能加入欧盟 此次入侵乌克兰就是警告 此举动也造成该国城市各种设施毁坏 人民伤亡 然后缺乏急救医疗物资等 让人民处于惊恐状态 家人历经流离失所的困境 这几天先后有各国援助武器 医疗等物资给乌克兰 并声援指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是剥夺人群自由的行为 更强烈谴责 新闻也报道被俘虏的俄国士兵 他们在接受审问的时候 也的确不知道要入侵乌克兰 以为是演习 他们也后悔不该有这种行动 俄罗斯的国家领袖 他的执意作为 以危害到人民百姓的生命权利 该国的百姓要如何示好呢 主权在民的观点最早出自 卢梭著作《社会契约论》中 卢梭认为信仰高于理性 因此卢梭主张天护人权 我国宪法第二章 人民的权利与义务 也明文规定 人民享有之权利 然而身处在号称自由民主的台湾 民国76年戒严之后 却仍有许许多多 人权遭受迫害的案例发生 美国创国者之一 班杰明·富兰克林 曾在他的著作中写道 在自由政府中 统治者是仆人 国民是他们的上级和君主 然而号称民主自由的台湾 有些官员依然是人民口中的恶官 我行我恕 完全不把人民放在主权位置 被专家学者称为 法岁228的太极门冤错假案 就是一桩人群遭受迫害 长党四分之一世纪的案件 这是一件政治整数的事件 国内外许许多多专家学者 明代都纷纷表达 他们维护人群的理念 现在请大家一起来观看 《正义之声》这部影片 民国85年 在政治整数的氛围下 宗教扫黑 黑寒四起 太极门无端受害 最后经历了十年三个月 在96年刑事三审法院判决 确定太极门无诈欺 无漏税 无违反税捐激针法 还给太极门清白 我从他眼神里面看到一丝闪过一丝的阴影 以往犯案的质解 就是说认为他应该有养效 一个检察官用你的眼神就可以判断 是不是要起诉你的话 那我们台湾就永无宁日 我所迅速地是探索的 两条大利亚 我不认为它 我认为我看更多罪 的正义 任何判定我用来看 的对法 the mere statement of that would cause individuals and should cause individuals to question the sanity of the prosecutor and in any court of law such an absurd allegation would be thrown out. I think that a 20-year ordeal is a violation of justice delayed is justice denied and to delay justice for 20 years and to still not have it as we're sitting here today is in my mind a denial of justice and the thing that perplexes and and even disturbs me is the fact that that justice has been denied and delayed by just a few individuals it is appalling to me that those few individuals could hijack an entire government 太極門案呢不是稅務案子也不是司法案子 因為根本就是整數案子政治整數 在這個太極門的事件當中它是一個典型的228 太極門案呢它就是一個完完全全反映出台灣那個司法的造謠境 同時也代表一個稅務的造謠境 我們還是要強調就是太極門的的確確的不是 對於太極門在這個眷民的這個體育還有這個家庭的共促 這個教育方面的貢獻可以肯定 地址的一個禁施禮那麼依照所得稅法的規定 還有我們遺產正義稅法的規定 是一個免稅的一個所得 更何況是刑案呢都已經確定了 繳稅的人就是應該是正義人而不是受正人 太極門這個事件的一審判決那時候 宗旨是只有一個 就是人性尊元中的宗教自由跟信仰自由跟思想自由 那我覺得那個稅法這一塊呢 也應該要重視這個 譬如說那個判決裡面一二三審我們都認定了 這個是正義性質 那就不應該把它解釋成補習班 這件案子呢是完全就是因為他認為這是禁施的 這是一種正義 經過我們法院三審的定驗以後 我們詳細的論述 起訴書哪裡不可採 稅監單位如果以這個起訴書來作為科稅的根據 我覺得是匪夷所思 你們可以到監察院的網站去看看 我有七點的糾正 每一個糾正的時候 國稅局就說我們弄錯了 我在一百年的時候 我就跟財政部長講 那這個應該是可以結案了 他沒有把它當作自己的事情 反正那個獎金我拿了 然後呢要扣稅也是扣你們的 經過我們的司法體系的形勢的審查 都已經確認出這個相關的這個金錢的這個部分 是屬於禁施禮 是屬於正義而不是守得 就沒有所謂的守得稅的問題 經過法院刑事案件 一個錯誤的一個錯誤的判決 因為你們這是第一種最大的非法科稅 非法科稅 行政處分就是撤回注銷 我們現在檢察官跟黑白起訴 我們現在發現破沒罪了 破沒罪啊 代表什麼 代表當初時 我們這裡所有 檢察官所提供的稅務的資料 是騙人的嘛 就是假的嘛 太極門在民國55年到79年都沒有稅的問題 86年到現在也沒有稅的問題 為什麼獨獨針對80年到85年這六個年度要課稅 和哲膊成績所提供的問題 挖得中古屋求開始 讓他們的藏口 要的 represented 我说,咦,不吃,你吃妈呀呀,你吃不吃,不吃,这样不吃饭吧,然后他就说,他说,啊,这个不财,不财,那你要怎么样,他说,我们就这样一样, 这就是,要说,哎,用不财,怪我,原来人啊,找我去,他的成全是,把握,把握,你是说他找你去,只是做这样子而已,就是,你不管做什么,反正他写他的字,配客是要做吗? 他要执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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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们要看 台积们这桩冤错假案,历年来更获得来自国会超过三百位立委们,慷慨诚词,发出正义之声 我要借这个机会赴予我们的政府更应该来鼓励这个文化的传承 这是文化不能断,文化一断根就断,所以我们民族的脉络不能断 所以我想,太极门,能够做这样子一个事情,是文化传承上面,是功德一件 太极门的案子,其实非常清楚嘛,在91年,监察院的调查报告出来之后,就希望法务部懲处了嘛,但是不做啊,官官相护 91年,监察院调查侯宽仁检察官,侦办太极门的一个缺失 八大罪状,白纸黑字,写在这边 监察院是要求你们,就责益处 像这样一个公然违法的一个行为 你们法务部,还取义维护他 经历过八十几个法官的审查 结果太极门都赢了,国税局呢,要去查封,透过我们法务部行政执行署,要去查封人家的财产 就是因为你检察官的滥权起诉 刑事是过程不足的这个条件,那么我们还依什么法 没有去更正撤销,我们依什么法 那你们就应该是要得,来做这个更正办理嘛 他们经过刑政法院,经过监察院,经过苏联会 那他们都胜,对他们都有利都胜诉了 我请问你,他们除了这三个单位以外 他们还要向水深诉啊 在弥补财政税收,这样子一个前提条件之下 难道我们正当司法的程序 我们正当的这个罚令的依据,都可以摆开一遍吗 今天基本上,看几分的事情 正义站在哪一边,真理站在哪一边,已经非常清楚了 因为这样而去造成这么大的一个罪恶的成本 跟社会的成本,也许我们真的在做一件 没有太大意义的事情 司法既然给了我们清白,也给了我们这样的判决 为什么行政机关还在违反司法的判决呢 我们要求这个行政机关应该要依法行政 它依的就是判决的结果 在这个我们的刑案方面,我们的司法方面 我们已经是三审判决定验 太极门胜诉 然后呢,这个国税局方面 我们在行政法院的体系 也是上诉到最高行政法院 最终判决定验,三审定验 也是太极门胜诉 在国税局,在财政部内部的宿院委员会 太极门也是胜诉 监察院呢,也是说太极门是个冤案 我已经想不出 然后有在这个立法院 有这么多的立法委员质询 我已经想不出说 我们的这个国家的法治体系里面 还有哪一条路可以走 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我们国家的法治体系是这样设计的吗 一个案子十几年 没有办法去为人民来解决 我们的行政部门必须去负权责 在于我们行政部门 得以做行政裁量权的时候 应当要以人民的租税人权的保障 为最大的一个终止精神跟目标 只要太极门的案子没有解决的话 根本租税就没有人权了啦 这没有办法 早就没有办法平安的话 那还有什么人权可谈啊 我们多次啊在这个立法院的裁委会 谈到这个案件啊 真的是觉得匪夷所思啊 这个案件啊 算是迟来的争议 赶快要让他结案了啦 今天很多的委员 大家都来这边关心啊 那我就希望说 请那个财政部这边 就是借由这样的一个案例 不要因为一个特定的一个检察官啊 因为一个人滥权 然后造成社会的不安 我知道说这些问题的确是 已经浪费了不少的国家的成本了 讲不好听这个叫动摇五言你知道 动摇国本 请财政部 在两个月内 对于本事件 尽速作与结论 到底怎么办 到底你们要怎样 不要再妥说啊 如果中期国际签上来 签上到财政部来 因为中期国际让他一个局承担责任也不好啦 那签上来好不好 好 我们就照着刚刚这个 这个次长的这样的一个说辞 那我们就把这一个 这个中期局的这一个意见啊 那么签请财政部 就是这效的话 那么这个就是 撤回是吧 好 那我们就 由我们中期局正式签到部里面去 公厅会后财政部部长 在99年7月22号 用一个正式的签诚 回复给田丘警委员 也给了图景哲办公室 然后在30号也用函给周首逊委员 均明白表示说 他们已经请中区国税局 依照税件基增法第40条办理 他们愿意用税件基增法第40条撤回 要求国税局依法要撤销 违法课税的财问 你们都不理 你们很大 法院不管 监察院不管 我们立法院也不管 你们最大 刑案判决经过十年七个月 一二三审都是无罪 而且判决书里面 讲明了白纸黑字 没有诈欺 没有逃漏税 也没有违反税捐基增法 我们的国税局照样开单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我们的税务人权 几乎是荡然无存的 苦苦纠缠一个 司法判决监察院 最高行政法院 都说没事情 都说没问题 你们的税单一再复活 我觉得其实法院都已经判了 监察院已经处理了 那国税局不能够用这样的方式 小英总统司法改革很重要 但是税制改革更重要 这个新政府刚接任 事情这个百废待举 千何万序的事情要处理 但是税改一定是要 绝对是要排到前面 应该列为转型正义的一环 我们现在总统告诉我们 不允许所有的人民 再一次的面对国家暴力 这个不仅要拍桌子 如果没有处理好 我们就会来兵得 还有很多不分党派 跨区域党派的很多委员 都在关心这个案子 直到太极门的案子 才把这个赋税人权不公的事情呢 给凸显出来 所以我们其实要感谢太极门 近来一个超过二十年的冤情 没有得到平反 这个国家 这个政府天理何在 在立法院 在财政委会 面对非常多的民众残情 但是从来没有一件 像这一件 我们太极门所受到的这件 这么样的荒谬的 声斗小民 他们的赠语 他们的这个 这个合理的合法的诉求 经过法院认可的诉求 却被践踏在脚底 这是我们无法接受的 太极门事件 是由你起头的 搞了十八年还没定案 是什么道理啊 如果你国税几对 你财政部队 怎么会搞到十八年还没定案呢 报言 那如果不对 那你应该赶快了结啊 还有一次啊 为了这个执行啊 你本身还修改公文书 把那个确定执行的日期 把它提早 先下手为强 我出了公文经验可以 可以立可把他塗掉 再改日期提早 我跟他执行 世界上有这种 税务人员 这种税务机关吗 政府对人民 搞十八年没有搞定 那你这个政府有问题啊 不是能力有问题 就是心态有问题嘛 一定的嘛 投降就不要硬拗了 是不是 意思啊 就是国税局投降就好了 你就是没有道理 才会讲这种情绪的话 对于太极门已经残送了许多年的这个磕税的问题 我们觉得其实今年的107年的7月26日 最高行政法院已经做了107判治第422号 这样的一个判决已经清楚的揭露了原先 包括国税局提供给各级的行政法院 他的一些错误的资讯 在最高法院的判决书里面已经窄明了 太极门的地址 所交给师傅的 是这个正宇 那不是一个学费 太极门的这个租税的这个抗争事件 这个走了这么久 我自己也参与过其中很多的段落 那当然也是到了该解决的时候 这个万年税单已经搞了20几年了 我在立法院开了好几场公听会 我相信只要有那么多人的声音 有那么多的正气集中在一起 我们一定可以达到平反的目的 国税局可以很快的 就用之前其他82年到85年的案例 来把81年的这个案件 呈上去让他们的这个苏部长做一个撤销 我认为他做得到 他也要有这样的担当 我在这里诚挚的希望 苏部长你就自己把这个案件 自己把它做撤销 自己扛起24年的责任 从80年到85年 这六年期间 已经有五年 都觉得是没有问题的了 也没有瞌睡 只有81年的产生问题 同样的事情 为什么会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 那显然就有一些的问题在里头 自古以来 古今中外 在改朝换代的历史逐迹中 好与坏 功与过 都是由后世子孙 人民百姓来歌颂以评断 身为全民拥护的领导者 应具备高智慧 高能力 投育国家进步 达到国富民强 社会安协的境界 让人民安居乐业 反观 一位领导者 若是无作为 无远观 世事不与人民为依规 那国家将会有隐藏 动乱的危机 人民无目标 人心惶恐 社会不协调 经济低迷 这不是人民百姓要的结果 人民希望享有自己的权利 来维护自己的家园与国家 贵会成立三十五年来 秉持尽忠尽孝 爱国家 爱社会的宗旨 几乎同好 这里演习国术 发扬武德 对传承固有文化 树立良好 社会的风气 贡献做出成果 令你敬佩 太极门是古老 气功武士门派 殊途代代相传 就像一个温馨的大家庭 弟子民各个多精神饱满 身心健康 在红掌门人的引导之下 除了修心养性之外 更秉持 奸善天下的精神 祭祀助人 并透过国际文化交流 推展世界之爱 让爱与和平的理念 传遍全世界大洲 特别还要借此机会 再次代表政府 向大家致上最高的敬意 和感谢之意 感谢大家长久以来 为国家 为社会所做的努力 跟贡献 每一次看到太极门 就看到活力 看到温馨 看到爱 我们非常敬佩 宏道子博士 这一种憋一天 敏人的情怀 也希望在全世界各地 太极门都能够秉持 这一个原则 让台湾站出去 让世界走进来 太极门更在掌门人的带领之下 积极走向世界 为台湾做国民外交 提升台湾在国际上的能见度 未来我也希望 太极门在红掌门人带领之下 能够继续跟政府一起来打拼 发挥我们良善的影响力 让台湾不断地进步发展 让世界更看到台湾 司法判决已经还给太极门清白 国家也给了冤狱赔偿 监察院更认定这是人权迫害指标案例 国家元首、机关首长、立法委员 及中外学者专家 不只赞扬太极门对社会的贡献 更为太极门案发出正义之声 税捐机关应立即撤销违法税单 终结冤案 还给人民清白与公道 人一出生就拥有天父的权利与义务 而这人权在自由的国度里 是不可被侵犯的 我们有时处于安逸的光明生活中 而在光明面里隐藏着致命的危机 侵害了自由人权而不自知 最后造成家破人亡 妻离子散 常在选举时 候选人宣称选民所中的选票 是很神圣高贵的一票 选举完后就忘了自己的承诺 民主的地位与价值 并不是选举那一天而已 而每天都要唤醒全民被剥夺的权利 监督政府也期盼国家 能真正给予人民公平正义的社会 与透明公开的行政程序 感谢今天的观看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 为爱勇敢这首歌 承受了24年的冤屈 依然屹立不遥 为的是什么 为的就是 要让我们的台湾更好 台湾更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希望就在前方 穿过黑夜 拨开雨 终会影响阳光 因为爱 所以我很勇敢 向前走 向前走坚持对的方向 呼声隆隆隆 泪点交佳 不怀疑 我们拥有天空低烈的力量 因为爱 兵地荆棘终于在花香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可不恐惧 用幸福因悲伤 尽管那风雨飘摇 也要勇敢埋开路 我们要坚定信心 一起影响未来 为爱勇敢 为爱勇敢 勇敢往前方 不拖鞋 因果写就会失去影响 长夜将近 利明破相 不怀疑 我们拥有 天空低烈的力量 因为爱 便听荆棘终于在花香 用爱 可不恐惧 用幸福并悲伤 尽管那风雨飘摇 也要勇敢埋开路 我们要坚定信心 一起影响未来 为爱勇敢 为爱勇敢 勇敢往前方 不拖鞋 不拖鞋 一拖鞋 就会失去影响 长夜将近 利明破相 不怀疑 我们拥有 天空低烈的力量 因为爱 便听荆棘终于在花香 因为爱 所以我们勇敢坚持 我们要求 力敌这招所有的违法队单 否则我们绝对会 全面抗争到底 对 好 外套 反召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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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平凡 要平凡 反召奖 反召奖 要平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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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